最近,关于张雨起,以及张雨起的老公,在网络上似乎有许多的爆料,比如,有爆料就指出,年初的时候,张雨起老公原八元,拖欠农民工公司自败万元,这样的事情,也是传得很火,而且,因为涉及农民工,所以还是很容易点报舆论的,而最近,又有一些爆料指出,张雨起开的私人飞机,住的豪宅,其实都不是原八元的,而是租来的,更有限者。 还有人指出,原八元名下其实没有什么资产,而且公司的资金也很紧张,这还不算,更有人指出,张雨起可能需要和自己的老公承担数亿元的债务,而在网络上,也有人开始同情张雨起了,感觉他虽然颜值很高,身材很好,但胖健的男人,似乎没有那么好,此前的老公王全安,则是因为那啥而离婚了,而如今的老公,似乎又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,若是这些爆料属实, 那么张雨起或许是真的被骗得很惨,在众生喧哗之下,张雨起的老公,也没有保持沉默,而是在网络上发生了,并且表示,一切都是造谣重伤,公司也没有任何欠债的行为。 同时,张雨起老公方面还表示,保留用法律追责的权利,不得不说,对于这样的事情,回归法律,或许就是最好的做法,而这样的事情,若是回归到法律的渠道,相信一切的答案,便会水落实出了。 就如今来说,保持期待就好了,对吃瓜群众来说,还是算了吧,因为,你们想要看到的各种丑样,至少目前,肯定是看不到了。